今天的主題是講一下中醫的飲食智慧 跟大家一起去探討一下 怎樣去了解自己的體質 以及怎樣去選擇一些東西是適合自己吃 吃了之後令自己更健康一些 還有如果有病毒的說話 減低病痛或者消除病痛去 同時我們同時間選擇適合自己體質的東西 同時避開一些對自己不好的食物 避開它 因此跟大家聊一下怎樣 在飲食方面吹吉避空 先跟大家講一下 先跟大家講一下真人真事 一次我遇到一位女士 她苦瓜哥在口中找我 她告訴我便秘 很不通常 她告訴我和我分享她怎樣解決自己的問題 她都懂得去找些東西來吃 幫自己解決便秘 她就吃很多水果 每天吃 晚吃水果 都不太行 於是她就把很多苦瓜 芹菜 西瓜 榨汁飲 每天喝一杯 連續喝了如是者兩三個星期 結果怎樣呢 通不通常大家猜猜 通不通 通不通 不過我認識 通出來的大便很稀爛 大家知道如果一個人大便應該是條狀才對的 如果是稀爛的話 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裡面有問題 這位女士除了大便稀爛之外 還有很多症狀 例如雙腳腫了 腫到腳眼都見不到 你按一按下去 整個凹了下去 整分鐘都不曉得上來 還有她腰很累 我跟她說 你吃錯東西了 不要再吃這些東西了 在這個事件 大家覺得很奇怪 很違反我們的常識 我們的常識就是 一個人便秘 當然多吃一些水果會好些 但是這個例子不是 她越多吃這些水果 或者這類的食物 身體更差了 第二個例子 大家有沒有試過 聽人說睡得不好失眠的 我們也有聽過一些老人家也好 或者一些教我們這樣說 你失眠了 可以怎樣 浸一些什麼 喝一下 龍眼玉 龍眼玉 是吧 龍眼玉 還有呢 組人 組人 紅棗 是吧 之類 我們很多時候知道 睡得不好一個人 可以沖一下龍眼玉 紅棗焗水喝 聽過吧 有些人不行 喝了之後呼呼入睡 有些人相反 喝了之後更加很多夢 更加難睡得著 但這兩個事件告訴我們 很奇怪 原來有些食物 對某個人 是行的 吃了之後 但是 另一個人吃了 未必會行的 可能會有相反的效果 我想聊一下 有兩件事 為甚麼呢 原來 食物 對我們好不好呢 要講頭 合不合 即我們說一個人 合不合八字 原來食物 和我們 和我們什麼合不合呢 兩個字 體質 如果我們吃了一些食物 和我們體質 是合的 的話 我們吃了一些食物 多吃一些食物 我們會增進健康 或者是減低消除原有的病痛 相反 如果我們 沒有什麼常識 吃了一些 和我們體質 不合的食物的話 我們的健康會減損 和我們原先有的病痛 會惡化 跟著跟大家說一下 怎樣才為之合不合呢 我們要考慮兩個因素 第一 自己的體質 第二 食物的性能 我先講體質 大家有沒有聽過 元氣兩個字 年氣功的朋友 一定很熟悉 元氣 大家信不信 你身體裏面有元氣這件事 信不信 元氣是哪裏來的 原來我們 一出生 父母傳承了一些元氣給我們 元氣很重要的 我們由出生 能夠發育成長 到壯大 到衰老 到死亡 元氣 是和我們 是不喜不喜 支持我們整個生命的歷程 我們出生之後 我們初初 從父母拿回來的元氣 就開始分開兩部份 元氣由一樣東西 變成兩樣東西 變成兩種氣了 大家知不知哪兩種氣 這兩種氣 在你身體都找到的 都有 都存在的 第一種 我們叫做陽氣 有沒有聽過 第二種 我們叫做陰氣 好 如果我們要身體健康 沒有病沒有痛 有一個條件 就是我們這兩種氣 陰陽意氣 一定要平衡 大家都這麼高 這麼大 如果我們 在我們的生命歷程當中 某些原因 令到我們這陰陽 兩種氣 不平衡 一個多了 一個少了 那就不平衡了 我們就會病 有什麼因素 令到我們 陰陽兩種氣 不平衡呢 很多因素 我們 情緒的因素 一個人如果有 很多 負性的思想 負性的情緒 會令到我們這兩種氣 不平衡 情緒的失常 第二 我們吃錯東西 吃了一些身體 不夾的食物 因此 令到我們 陰陽的氣 又不平衡了 是飲食的失常 第三 就是我們 現在香港人做工 辛苦嗎 我今天 千月都個病 他告訴我 他說十五十點鐘 不能走 不單是一個 我幾個病都跟我說 我覺得真的很可憐 就是 原來我們的 生活上的勞累 工作的勞卷 這種的失常 一樣令到我們 身體裏面的 陰陽兩種氣 不平衡 還有 性生活的失常 都會令到我們 這兩種的 陰陽與氣 不平衡 所以我們看回我們的 所以我們 周兆祥說 為何說 通姦都是病人呢 因為我們都 生存了幾十年 我們成就了很多 生活上的一些影響 很多失常 令到我們 是這兩種氣不平衡 所以出現了病痛 好 給大家看一張圖 大家看一張圖 好 大家看不看得到 OK 這幅圖 我首先指著這幅圖 黑色的 就代表我們身體的 陰氣 白色 就代表我們身體的 陽氣 如果我們要健康 沒有病 沒有痛 很有活力 一定要我們要平衡 一定要我們陰陽 一定要平衡 一定要平衡 講到哪裡了 對 如果我們身體裡的 陽氣和陰氣 是平衡的話 我們是很健康的 沒有病 沒有痛 很有活力 但是很可惜 大部分 體質 如果你體質 陰陽平衡是最好 最fit的了 但是很可惜 如果出現了偏差的時候 第一個偏差 那個人的體質 如果你是陰陽平衡 就恭喜了 如果有偏差 就不太好 第一個偏差 就是法律底樣 就是 陰小陽多 大家見不見到 第一 第二行就是 陰小陽多 就是說 我們身體裡的陰氣 比陽氣少 都可以分成三種 第一種 陽氣是正常的 陰氣少了 第二種 陰氣是正常的 陽氣過了龍 第三種 陰氣又少了 陽氣又過龍 是不是有三種 但是這三種 都有個共同的特點 都是 陰小陽多 如果大家 在這一類 陰小陽多 這種體質 叫什麼 熱底 有沒有聽過熱底 人家說你熱底 大家可能聽了很多熱底 什麼叫熱底 原來就是 你的身體裡 陰氣少過陽氣 不平衡 就叫熱底 第二種偏差 相反 是陰氣多過陽氣 又分成三種 第一種 陰氣是正常 陽氣少了 第二種 陰氣過了龍 陽氣正常 第三種 陰氣過了龍 陽氣又少了 這三種 都是共同的特點 都是 陰多 陽少 如果大家 這種體質 怎樣說 寒底 原來我們經常說 寒底 熱底 就是這個意思 原來 我們 起碼分三種體質 平的 體質是屬於平性的 陰陽平衡 恭喜 如果是屬於陰小陽多的熱底 那熱底都是分程度的 是吧 或者你熱少少 熱很多 是吧 那你的不舒服 你的病痛 就師傅 你熱多少 熱少少 可能是少少不舒服 但是熱很多 相差很大偏差 你的病就可以很嚴重 OK 寒底 一樣 看看你的偏差又多少 如果你的偏差是少的 又是少少不舒服 偏差是很大的話 是可以很嚴重的病 那其實中醫病 是一字那麼淺的 就是把找出你身體 是哪一種不平衡 然後用這個藥去 少了 少了的 這個是不是少了 填多去 多了的 用這個藥 清除了去 回復平衡 那就治好病 就是這麼簡單 好 但是我們今天講飲食 飲食一樣 因為中醫講 醫食同源 就是說 如果我們懂得吃的話 我們可以利用食物幫自己醫病 OK 好 講完體質 跟著改 講食物 我們最少受的教育 就是 如何看食物 看食物 有多少 維他命 礦物質 碳水化合物 蛋白質 如果很豐富的話 每個人都吃得對 那是不是呢 中醫不贊成這種觀點 因為覺得這種觀點 太過 太過一刀切 不夠精確 我們的祖先很偉大 我覺得我們的祖先 一早就講 在這方面 精確很多 他說原來食物 不單止只是看它的維他命 礦物質 更加精準 將它分開不同的性能 是適合不同的人 食物分什麼性能呢 第一 有沒有聽過 人家說你吃過糧食 第一分寒性的食物 第二 有沒有聽過人說 你吃熱氣多 第二種性能 就是熱性的食物 我們現在分了兩種食物 寒性的食物 熱性的食物 都不夠精準 因為 原來 有一些是很熱 有一些沒有那麼熱的 沒有那麼熱的 我們叫做溫 是不是分得細微一點 好了 有一些 不是那麼寒的 它少少寒而已 我們叫做 量 那就是說 將食物分成四種類型 寒、量、瘟、熱 可以嗎 一分了就行了 我們談了 我們自己的體質 如何分 又談了食物如何分 現在講到 如何選擇食物和自己的格 你們說 這一種體質 熱底的體質 音小羊多 吃些什麼食物 好 寒、量、量、寒、量、寒、量 寒、量的食物 這位朋友說 知音的食物 都對 因為很多知音的食物 都是帶的 性質 是溫、量、寒的 寒的 好 我們知道 為何我剛才講的例子 那位女士會撞板 去便秘 記得嗎 原來便秘 便秘有很多原因 固然我們熱氣 會便秘 結弓 但是一個人 虛寒都會便秘 虛寒 即是這種體質 陰多陽少 都會便秘 很不幸 剛才那位女士 就是屬於這種體質 是屬於寒底 便秘 但是她不懂 她不知 她不懂 她不懂 吃西瓜 芹菜 雪梨 很寒涼的食物 於是會怎樣 寒上 加寒 雪上 加上 所以便更加差 OK 好了 另一個例子 是失眠 失眠 那失眠 譬如十個人失眠 很可能你去 如果去吃西藥的話 十個人安眠藥 十個人安眠藥 但是如果你吃中藥的話 十個人吃的藥都不同 就是因為 雖然大家都是在失眠 但是體質不同 OK 好了 我們吃了龍眼紅棗 可以大教訓 那種體質 因爲是什麼體質 寒底 你吃龍眼和紅棗 龍眼和紅棗 是屬於瘟疫性的食物 那便適合荷車 吃了之後可以有教訓 問題是 剛才我舉個例子 各位朋友 去失眠是因爲什麼 熱底 有沒有聽過陰虛火旺 陰虛火旺 是屬於哪種 三種都是熱底的 陰虛火旺 屬於哪種 這種 陰虛 陰少了 火旺 旺多了 如果我們吃龍眼紅棗 這個熱就更加多 那便更加睡不到 那應該吃什麼 如果是熱底的失眠 花旗心蜜 花旗心蜜 又可以清熱 花旗心很寒 所以可以寒的人 不要吃花旗心 如果吃了會胃痛 或者會暈的 清熱 但它有滋陰 好像有些朋友說 滋陰 滋陰就是說 將這個陰填回去 蜜糖呢 蜜糖是滋陰的 蜜糖是滋陰的 蜜糖是滋的 所以如果是 因為醋的便秘 食蜜糖很好 或者是 身體很醋的皮膚餅 食蜜糖也是很好 ok 好 那我們知道了自己的體質 亦都知道了 食物的性能 那我們就懂得選 即飲食食 吹吉鼻胸 問題是 那我們怎麼知道自己是熱底 還是寒底 還有你說 熱底又分三種 我怎麼知道哪種 其實最準確 是打蜜的 打蜜是最準確 但是也有些豬絲馬跡 大家自己可以自我判斷一下 不是大家都一定去打蜜的 你就憑一些豬絲馬跡去自己判斷自己 還有 一種叫做嘗試錯誤 Tribal Error 吃了不適合你的就是 就是不適合 知道自己的體質 ok 好 那有什麼豬絲馬跡呢 好 介紹一下 熱底體質的朋友 有什麼特徵 熱底朋友的特徵 他吃了一些熱氣的東西 他會立即見功 喉嚨痛 生暗瘡 失眠 便秘 第二 他吃了一些溫熱性的食物 他會睡得不好 很多夢 難入睡 或者 他會潮熱 出汗 潮熱的意思就是 突然間不知為何 一天當中 一套熱氣一攻上來 退了又攻上來 或者 女性來說 在京前 很有趣 平時不生暗瘡 離京之前 就爆了暗瘡出來 這經期 結束了 他又沒事 下一次 那些了 課如輪轉 又來又來 還有一些溫熱性的食物 有口氣 還有手腳比較 渣渣會比較溫熱些 脾氣方面比較容易煩躁 還有 你看看那條舌頭 嘩 旺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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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還有臉色 臉色會比較紅些 當然 耳底不會有齊齊的 可能有一兩樣幾樣 不是有齊齊那麼慘的 有些人是沒有的 他熱底但是沒有這種症狀的 所以這個只不過 參考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自己的體質 那寒底又怎樣 寒底是通常 常見的 就會是 他吃了一些寒涼的食物 例如香蕉 花旗參 西瓜 雪梨 的時候 他覺得頭暈 餓 胃 胃痛 還有 你握上他的手腳 比較冷些 有沒有見到這些朋友 夏天摸下去都好像雪條 還有 一條利胎比較白些 第一次可以照一下鏡子 一身條利出來 利胎知道是什麼東西嗎 就是在利上高一層的東西 那正常最好的利胎是什麼呢 半透明 最好的 那如果是厚得來白的 寒濕 虛寒 很寒 如果厚得來黃的話 就熱了 不是 寒底的朋友看到他的面色的話 都看到的 比較蒼白 或者比較灰暗一些 同樣 寒底的朋友 不會太多養育 有一兩樣 都已經很慘 或者他沒有的 要把脈才知道 OK 大家知道了 寒底 熱底體質 大家可以自己去 判斷一下自己 屬於什麼體質 我又說一個見真人真 一次給大家聽 那一次見到一個年輕人 他告訴我 他很喜歡喝牛奶 很喜歡吃雞蛋 因為我說為什麼 我說照小仇的教育是這樣 牛奶營養豐富 雞蛋營養豐富 那天天吃 我說你營養這麼豐富 你是不是病的 為什麼 我給你一條舌頭看看 一看 客鏡 那條舌頭很厚 很厚 很黃 那這是什麼底呢 熱底 現在我再介紹一個底給大家聽 是滯底 滯底 滯底的特徵 即是很濕濕 很濕濕 剛才那年輕人真的很濕濕 濕濕的特點就是 那條舌頭很厚 如果他白的就是寒 黃的就是熱 那這些朋友的話 如果他吃牛奶 吃雞蛋就糟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濕濕底的朋友 通常的脾胃是很差的 那皮有什麼功用呢 皮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飲食入了身體 是變為我們的營養 是靠皮去混化 但是如果我們的皮很窄 很不好 我們飲食的東西的時候 不能夠好好消化 不能夠好好吸收 就不是營養來的了 就是什麼 就是廢物 就是我們身體的負擔 所以剛才那位朋友 那位年輕人的皮胃很差 那他再喝這麼多牛奶 雞蛋 他根本消化不了 混化不了 先不要說 他裡面有些加工的 那些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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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他的食物的性能 已經不對 越吃 他越濕 他利胎越厚 很簡單 叫他一戒奶戒蛋 他已經會好很多 我們介紹了肌底 那肌底的朋友 你胎會怎樣 不適合喝奶 不適合吃雞蛋 他消化不了 肥膩的東西都不適合 那我濕肌底的時候 那些濕 中有個名詞給他 那些垃圾 中有個專有名詞 痰濕 不是咸濕 是痰濕 有沒有聽過 有些很奇怪 痰濕 我沒有痰 但是 原來中有個痰 不單單是我們 吐出來的痰 讓你見到的 有些痰 是見不到的 是躲起來身體 很深層的 這些痰很糟的 我們中有句話 就是怪病多痰 奇難雜症 都是多痰的 為什麼呢 原來這些痰濕 它最糟的就是 大家有沒有聽過經樂這回事 它會走進去經樂那裡 塞住我們的氣血的運行 於是 我們的氣血一不通 加上痰濕 塞住 產生一個現象 終於叫做痰乳相薄 即是痰濕加上氣血的乳濕 很糟的 癌症就是這樣來的 腫瘤就是這樣來的 很多濕疹皮膚病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如果大家是 照一照舌 照一照鏡 如果舌很厚 首先要鼻什麼 奶 第二 蛋 第三 鼻鼻的東西 否則 你的 越來越濕濕 OK 順便一提 講開 腫瘤 因為我遇到一個女生 很年輕 很不幸 兩邊的乳房 長了十幾個乳腺纖維樓 十幾個 我們終於有一個叫做問診 打爛花瓶問到督 飲食習慣一定要這樣問 原來知道有一個飲食習慣 就是 我媽媽很愛疼她 天天燉煎窩給她吃 天天吃 天天吃 因為 剛才我講過 煙窩其實都好像牛奶 你消化到它 可以潤敷養顏 但是如果你是屬於濕製底的話 你消化不了 消化不了就變成什麼 痰濕 我講過痰濕會走到經絡 剛剛去到乳房經絡 塞住 氣血不通 發生什麼 剛才講過了 什麼雙薄 痰乳雙薄 就關個樓給你們看 就這樣來 OK 好 又講一下 另外一個底裏 我講過熱底、寒底、濕製底 講一下 一個叫 乳底 有聽過 有講一件真人神事給我聽 有位女士 她跟我說 她說 大家聽過 申母和家婆 通常是相處愉快多 還是不愉快多 不愉快多 不愉快多 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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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在裡面 原來這種生氣 這是一種情緒來的 一種負面情緒 剛才我講過了 會影響我們氣血的運行 醉相乾 露相乾 不愉快 她經常鞠躲著 很生氣的時候 這種情緒 令到我肝 經絡的氣血 不走 出現了一種病態 中間就叫做 氣濟 血乳 如果女士會怎樣呢 就在這裡 肋骨下面 很痛 按住痛 一見到奶奶就痛 不見到奶奶就好一點 那就是說 原來我們的情緒 令到我們的氣血 是失常的 這種乳底 大概叫做 血乳的乳 吃什麼好 梳乾 有什麼可以梳乾呢 柴會是藥來的 我們今天講食物 一種花 菊花清熱 清乾熱 不是素卿花 玫瑰花 可以梳乾 如果我們乾氣不通 濟住了 我們會這裏痛 還有很多女性 越經歷 脹痛 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 肝經熱的氣 濟住了 在這個時候 吃玫瑰花 都很好 只要大家 用十朵玫瑰花 沖水 或者沖茶 都可以 就可以達到一個 疏乾的作用 最後 跟大家講一下 喝水 剛才看到病人 去看痛窩 跟我說 分享一個經驗 他說 每一早 喝兩大杯水 朝朝如是 我說 為何有這樣的習慣 我說 一天 專家說 一天八杯水 對吧 我們最少受的教育 就是一天八杯水 一樣 跟維他命的偏差一樣 就是一刀切 每個人都有八杯水 但每個人的體質不同 因為我們喝了水下去的時候 不就算了 我們身體要做工 要將水 新陳代謝 排泄 那便靠哪幾個器官 靠哪個內臟 肺 皮 腎 如果你的肺皮腎很強壯的話 現在八杯水沒有問題 可以負擔到 問題是 如果你 肺皮腎 事大一樣 即不要說三樣 事大一樣 你喝這麼多水下去 是不是加重負擔 是不是很勞苦 於是他 咬給你看 咬給你看 而且越喝的時候 令到他很勞累 就會越來越弱 那即是怎樣 即是怎樣喝水發好 最衛生呢 頸殼才喝 因為聆聽身體的聲音 他會告訴你 喂我幾個渴 喝水吧 那便最有智慧的 我覺得 那今天的分享 暫時到這裏 好嗎 好 謝謝 黎姨 一定有很多朋友 有興趣跟我們一起談 我們先談了 剛才我們說的原則 因為很多人可能會想跟我們談 他們個別的情況 個別的情況 就是要個別處理 就是我這樣回答你 是很不負責任的 是吧 要慢慢看文文切 還有做很多事情 問到你 答應到讀 才會得到 一些比較可靠的了解 我們今天想集中談 體質和飲食 有沒有哪位 有什麼談熱身 坐下來 麗教授 留意師 你剛才講到 這個談 不知道是甚麼氣勢 即是經樂的名詞是甚麼 談雨相勿 如果 你說是血氣不到 所以身體會弱 如果是做多些運動 那會不會通回呢 血氣會不會有行回呢 好 多謝你的問題先 譚乳波相薄的意思是你身體出現了很多譚濕 離胎很厚,這些譚濕去到你的經樂 經樂裡面有很多氣血在走著,你去到那裡阻止氣血走 難道這種病態就叫譚乳相薄 出現這種病態會有很多古靈精怪病痛 腫瘤癌症也是這樣來的 講到剛才說,可否疏通氣血,視乎你做什麼運動 例如一些爆炸性的運動,田徑、打壁球 這些爆炸性的運動就不太行 因為這些運動主要是我們肌肉的爆炸力 如果一定要疏通我們的經樂 東方的運動比較擅長很多,氣功、太極 這些會有優勝很多 還有我希望大家都明白 運動不如勞動 你不如扔了一個洗衣機,自己洗一下衣服,落一下衣服 不是說笑的,你先留意 這個是最好的運動,自己去抹一下地,抹一下窗,抹一下雪櫃 不如給其他機會 請問,因為剛才聽說,底體質分陰虛,熱底和寒底 會不會同時都會在身體發出 除了因為我發現我兒子,如果他吃一些很熱氣的東西 他馬上飆暗瘡,那些熱都會出來了 你給我雪梨,他會在咳嗽啾啾啾啾咳嗽咳嗽 那我就發覺我不知道他應該是寒底,還是熱底 好,謝謝你的問題 大家說呢 即是說,同一個身體裡面 會不會又寒又熱底的 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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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上寒下熱,下寒上熱 接着又肺热肾寒 学很多东西的 所以为什么要 学医学这么多东西呢 只不过刚才 如果讲这么多东西 大家会做很混乱的 所以就简单一点 先讲个基础先 会的 OK 知道热了 那就喝点花旗心 喝了之后 很舒服 但是大便 就是躺烂 其实 那个花旗心 是解决了你的作用 解决了你的问题 还是吃过多 是不是过了量呢 或者是不是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呢 好 分两方面回答一下 首先说量的问题先 大家听完寒底热底 有些人可能会 吃饭都要这么提心跳胆的 这种东西说 夹不夹都要这么说 那就是很大负担的精神 又不用那么害怕 听完之后 这种人不吃 那种人不吃 那种精神很大负担 对不对 那变成了神经衰弱 又不好 其实是这样 只要我们身体的偏差 不是太大的话 就算你吃了不夹自己的食物 少少 是没有什么相干的 因为身体有能力 是会将它调节的 它多了 它身体会懂得调节 平衡的 反而是一些除非你身体的偏差很明显 那你吃错东西就很明显有反应 就是说视乎你的偏差的多少 你少偏差吃错东西 少少无伤大雅 当然你长期日日吃错 不差也变得差 对不对 或者是你的偏差已经很大了 你再加一点偏差就已经更厉害 行不行 好 第二就是花其心的问题 花其心吃了可以清热 同时又大便变糖 这就证明你的脾虚 脾寒 可能这个情形就是肺热脾寒 肺就很热的 皮就寒的 因此吃了花其心 花其心可以清肺的热 问题是 花其心本身就是寒凉的 更加令到脾寒 一寒就 阿蘭氏了 那又怎样了 食物好 哦 好 那已经讲到配午了 那我又想得到花其心清热的好处 又想消除去寒的弊端 那我们可以配一些东西 例如皮寒 可以加一些大组 加一些红组 加一些红组 那加上红组 红组是可以 暖胃 暖皮 那这个配搭呢 一寒一热的配搭呢 刚刚好了 红组吃了又可以暖皮 又不会热到肺 因为红组是热的 花其心又可以清热 又不会冻到肺 又不会冻到肺 所谓配 就是说配午 所谓中医 开药给你 不会开一味给你的 是吧 是一条坊 可能里面有十多八味 甚至乎十多二十味 就是这样 配午了 不同的药物就配午了 经过望文文字之后 知道你哪里寒哪里寒 就是开一个配午 就是得到药物的好处 消除了药物的不好处 再举一个例 比如我们一个民间的智慧 煮麥菜 放些什么 一样 麥菜又是寒的 放些干 就可以辟寒 一样 刚才你提到 就是说 喝水 你觉得口渴就喝 那从中医的观点来说 是不是我们很需要 信自己身体的声音呢 那为什么有些人 平民很热气 还想喜欢吃那些热气的东西呢 通常是否身体 知道自己的热气 就会喜欢吃粮的东西去补回 还是身体已经很猛 软了 是 原本是知道的 身份就不猛 人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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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收到很多信息 他说 呃 呃 呃 巴力之好吃啊 各位 就是这种信息 已经掩盖了你那种 自然的信息 所以 形成了一种欲望 那种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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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每个人不同的 心肝肥肺肎都不同的 哈哈 但是很概括的说 哪些食物是属于 哪些素食是属于温性的 譬如生果 可以是龙眼荔枝 榴莲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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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呃 橙 苹 嗯 呀 嗯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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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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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很寒,很涼,譬如黑豆,黑豆可以補腎,它又不不燥,黃豆呢,黃豆本身是不燥,但做了豆漿,黃豆本身是不寒,做了豆漿就寒了, 律子,律子是溫性的,等等,你去買一本書就有了,我知道,其實我們食齋或素食者,我們很想給一個健康的形象,更加具說服力,多些人去食齋吃素,但是原來我自己親身都經歷過,或者很多朋友都不懂怎樣去食齋的, 變成吃了錯,不像你剛才所說的,冬菇有益就慢吃,冬菇、鮮菇、三菇全部吃的,你說豆漿有益,每個人都喝豆漿,早晚一杯豆漿,到最後是不行的,搞壞自己的體質, 即是變成我們自私受的教育,就是說某樣東西是有益,怎麼為有益,維他命豐富,褲物質豐富,就好了,就為止好的食物,就每個人吃得對的, 問題是我們的早生早告訴他們不是,這樣是不夠精確的,還要講究,那個食物和你合不合。 會不會有一個是比較引導了我們,就說藥都不要吃得太多,不要過量呢,這樣會不會好些呢,適量就說,熱的可能你都適量,寒的你都適量, 和隨著年紀,是不是都有關係呢? 我一向都很反對,喝冷的東西,吃冷的東西,因為冷的東西,它的性能是寒的, 我們皮和腎是很害怕寒的,當然,我都說你吃一點是不害怕的,身體會調節的, 最糟糕就是你本身已經寒底,就再吃寒,就寒上加寒,或者你是寒涼的東西,你吃得太多,是長期吃,那就不好了,就會令到我們什麼問題呢? 出現了這個病態,陰小陽多,陽氣少了,陽氣少了,陽氣少了。 體質的東西,不是永遠都是一個水平線的,那變了,你今餐吃寒的,下一餐吃熱的,這樣永遠都有機會陰陽調和,對不對? 都說,如果你是本身的偏差不大的話,你每樣都吃,是無所謂的,就算你偶然吃得不對,不配,不怕的,因為身體會自己調節的, 除非你,某一樣,長期大量吃,那就你本來平衡,都變成不平衡了,如果你本身是平衡,或者偏差不是很厲害的話, 你寒又吃下,又吃下,無所謂的,身體會懂得調節的。 劉醫師,我想問一下,你說寒涼,寒熱的底會變,可能又寒又熱, 那個人其實都是寒熱,是可能不斷,不斷,不同的時間,是有變化的,對不對? 還有,是否喜歡比較反對這個所謂的生機飲食,或者早餐吃水果的理論呢? 如果是寒底的朋友,寒底的朋友,如果長期吃過多寒涼性的食物,是沒有的,即是剛才我的原則, 生機飲食的內容是怎樣的? OK,好,以前的一本書,英文書很長笑,叫做Fit for Life, 香港也有這本書的,中日本,他就介紹我們吃很多生的東西,吃水果, 或者說真人真事,因為是我以前學心理學的一位導師來的, 這位導師很西化下,他就看了Fit for Life這本書, 就依足他這樣做,就是這樣,就是這樣吃,就是這樣吃, 那一天,他整個人軟了,不能動,即是起不了身,起不了身, 那他覺得,想一下,可能真的飲食出了問題, 那後來他改回那個飲食習慣,就好了, 那即是說,這個例子,就是從中一個角度看, 就是長期去過量吃一些寒涼的食物的時候, 是會對我們的身體的陽氣有一種損減的, 損減到某一個程度,損減少少沒有相關, 因為身體會調節,如果損減到一個程度, 例如像這個這樣,損減到陽氣少了,陰氣多了, 那又會出現病態,我想問一下, 那個皮是有什麼功能的? 因為西醫是隻字不提的, 但中醫就經常提了,皮狀, OK,西醫的皮是一個內臟來的,叫Spring, OK,中醫是不強調的,以前, 那現在進步的西醫,已經慢慢醒覺到, 原來Spring這個皮狀, 是跟我們的免疫能力很息息相關的, 我的病人就是西醫叫他割了皮, 那就很嚴重了, 現在找中醫撿手了沒有? 原來皮狀跟我們的免疫能力息息相關, 其實我們早前一早都說了, 當然他的說話就不是說, 皮狀跟我們的免疫力息息相關, 他不是這樣說的, 我們古人沒有免疫力的, 他怎麼說呢? 他說,皮旺四季不受邪, 即是說,如果我們的皮一年四季都很行的話, 就不受邪, 即是不會怕SARS、禽流感, 不受邪, SARS和禽流感都是邪來的, 對不對? 好,剛才一位小姐問皮有什麼功用呢? 中醫呢,非常之重視的, 是叫做後天之本, 後天之本, 其實它不單是一個內臟來的, 是一種功能, 剛才我講過, 飲食進去身體, 能不能夠化成我們的氣血? 靠皮, 靠皮, 這種功能, 如果我們的皮砸了的時候, 弱了的時候, 我們飲食進去身體, 不能夠完全變成我們的氣血, 那不變氣血, 不相關喔, 最糟糕它不變氣血, 變什麼? 變淡濕, 變成我們身體的負擔。 劉醫師, 我想問一問你們中醫的角度, 如何界定均衡飲食, 包括肉類呢? 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是腸胃不消化, 吃不飲食的豆類, 硬殼那類的食物呢? 好, 兩個問題, 在中醫的古書, 譬如皇帝內經, 這一類的古書, 沒有特別強調是素食的, 譬如說, 它只是講每一種食物, 講每一種食物的性能, 肉類, 它都有介紹到, 在古書來講, 沒有特別強調, 只是說哪些食物, 哪些植物, 是有什麼性能, 哪些肉類, 是有什麼性能, 就沒有很詳細去討論到, 素食這個問題。 腸胃不消化, 當然如果難, 腸胃是, 消化能力差的, 凡是難消化的, 都不應該吃, 不單是豆, 肉都是, 所以就要發芽菜, 消化。 我想問, 現在農曆有二十四氣節, 其實二十四氣節裏面, 不同氣節出生的人, 會不會關乎熱底、寒底, 有關係的呢? 即是不和熱氣出生的人? 因為我們很多人, 生出來, 就應該是熱底, 或者寒底的, 偏生的,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很幸運, 一生出來, 就陰陽氣平衡。 有相當多的朋友, 一生出來, 就已經是不平衡的。 為什麼, 會不會和力氣有關呢? 我不排除的。 當然, 會有其他因素, 父母的體質, 也是一個因素來的。 至於說節氣, 我覺得, 是因素之一。 劉醫師, 我現在想請問, 這裏, 是, 是, 為什麼晚上睡覺, 口會一閘閘較乾? 是很緊的, 喔, 嘩, 如果口乾, 是吧? 是呀。 好, 很多人口乾的, 口乾, 這個是推斷也, 因為詳細都要望文聞切, 這是一個概括性。 好,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阳之甘露 所以我们练气功有一种叫搭着桥 搭着桥就是利鼎上岳 会通任督耳脈,会生俊 原来我们身体有很多很棒的东西,阳之甘露 是滋润我们身体,滋润我们的皮肤,滋润我们的每一个细胞 但是如果我们出现一种阴虚的体质的时候 热底的体质,这种阴少了 或者阴少了阳多了的时候 我们身体里面的津液,阳之甘露,就会不够 不够的时候就会很干 那这个时候呢,密堂 是的,肥寒 皮都寒了 是啊,五味子可以 五味子又可以滋阴 五味子 啊,就这样冲来喝就可以了 五味子 五味子 他又可以,他又可以 他又可以,他又可以 他又可以解决到口肝的问题呢 因为五味子呢,他可以将这个阴这个部分呢 填回去的 填回去的,那身体的阳之甘露 所以热尸不应该多了 口味不干了,没就很润 啊,我师主想要问一下,요 皮虚,又腎虚,又没有胃口呢 那可以吃这些什么可以调理了 皮虚、腎虚 胃口不好 皮虛神虛 你去彌敦道 都罵了 整堆都是 很多 很多的皮虛相虛 那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的社會 那個 特殊的情況 那個人壓力很大 很多事情想 做事很緊張 很煩 這些壓力 情緒 是最傷皮和神 還有 香港的飲食習慣 是大魚大肉 大家去酒樓都知道大魚大肉 其實如果是大魚大肉 很傷皮 因為 很多癌才這樣來的 我有一個病人 他是餵癌 他跟我講他的經驗 又問他 問他以前的飲食習慣 經驗 他說他在大陸做事 每天要應酬 喝酒 大魚大肉 你知道大陸做生意 吃少 不給面子的 是吧 要多吃 吃很多的時候 本來你的皮是很正的 但是你吃這麼多 肥甘厚味肥理的肉類 等等的時候 因為他要做工 令到皮的負擔很勞苦 於是他就借給你看 做了借賢的弟弟 借了 借給你看 借了的時候 剛才我說的 皮一借了 會出現什麼 痰濕 痰濕如果塞在胃的經絡 就出現了痰乳桑莫 沒有胃癌 剛才的例子是這樣的 不過講完了 剛才朋友問 皮臣鑲吃什麼 皮臣鑲吃什麼 皮臣鑲 就是一些比較大陸的 大陸的 例如你可以吃炒扁豆 炒扁豆 可以健脾 淮山又可以健脾 如果你腎 可以 講食物 黑豆 黑豆 黑桃 冬桑莫 冬桑莫 基本上是藥 都可以 冬桑莫 是補臣的 補臣的 如果你在食物方面 去健脾的就是炒扁豆 淮山 補臣的就是 黑豆 黑桃 黑桃 這些比較平和 還有一種食物 留了講 剛才我講了 寒涼溫熱的食物 還有一種食物 不寒不熱 任吃不生氣 例如飯 當然現在周兆祥說飯 因為磨了外面 沒有營養 多個因素要考慮 以前沒有磨的 飯來講 太子吃不壞 就是 經常吃到 不寒不熱 有些食物 不寒不熱 吃下去 多多無虛 看看是甚麼菜 視乎甚麼菜 白菜會是涼的 所以 韓禮的朋友吃白菜 加上薑 如果比較 菜心不寒不熱 劉醫生 我想請教 差不多兩三個月來 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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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都怕冷 到底是甚麼病 這種病叫耳鳴 耳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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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剛才有很多種原因 耳鳴有很多原因 寒也會耳鳴 熱也會耳鳴 所以 不敢 介紹給你 因為不知你的體質是怎樣 可以從事看醫生嗎 打脈會最準確 這個情況下 我想問 為何有些 經常都 嗝嗝嗝聲 即是吃了些東西 嗝嗝嗝聲 是 是否不能吃北齊 有那個氣 我們有些朋友 吃完東西之後 會熱氣 是吧 或者放屁也有 是吧 那代表甚麼呢 代表我們驚樂的氣 滯滯地 滯著 那 吃下去 如果我們脾胃的氣 滯著 運化得不好 就會熱氣 或者是放屁 這個時候可以吃陳皮 陳皮化氣 你有沒有聽過 當然 不要買了那些 那些 那些 加了很多淋滯東西 那自己 自己 曬就好 哈哈 是 是 是 醫師 請問 皮開痰濕 要吃些甚麼 去濕 看 視乎它有沒有化熱 視乎它有沒有化熱 因為濕很壞 濕 大家聽過 很壞人說濕 通常是這樣說 濕熱濕熱這樣說 因為濕很壞 它都要用熱一起來 濕 你不理它 它會變成多個拍檔 濕熱的 又濕又熱 視乎你的濕是寒濕 還是濕熱 譬如有寒濕的話 就吃陳皮 薑 很好 薑加陳皮非常好 對於寒濕的 但是如果你濕熱的話 濕熱就不要吃薑陳皮 濕熱的話 濕熱可以吃生意米 煮生意米水 意思 剛才說了這麼多龜皮的問題 如果是因為意外 做手術切了皮 應該要怎樣治愈身體呢 皮 怎樣去視乎它 割了皮之後出現的偏差 每個都不同 即是視乎它割了皮之後 表現出來的症狀 去決定 請問 我有一本書 羅漢果 講到羅漢果 就是果王 萬能 無所謂 寒熱 皮濕 什麼都可以 是不是這麼好呢 羅漢果 羅漢果 它的性能比較涼 比較涼 好 我想問一下 有時 會是 有時 口味 會偏 好想吃酸的東西 有時想吃苦 或者甘的東西 其實這些 味道的取向 會不會是 顯示身體 有什麼需要 會的 會的 好 可不可以講一下 如果是喜歡吃甜的 這樣經有什麼 你會講什麼 哦 你喜歡吃甜的 是吧 喜歡 都要講完嗎 哈哈哈哈 我們講味 有沒有聽過龜經 龜經 龜來的龜 經就是經樂的經 原來那些食物 就好像藥一樣 吃下去 它會 回到哪條經 那裏 即是說 它是對那條經 特別有 影響力的 不如 甜的東西 進去哪條經 皮 如果當你很想吃甜的東西 很可能你的皮 會比較差 酸的味道歸哪條經 乾經 乾經 如果你想吃酸的東西 其中一個可能性就是 乾有些問題 苦的味道 就入 心 入心經 咸的味道 入神經 當然這不是絕對的 只不過是一般的規則 當你身體出現了 沒有一些訊號 或想吃某些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你首先 先聽一下身體的說話 先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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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舒服的 以後你學會一件事 就要聆聽身體了 如果吃了之後 咦?吃了之後還差 那你就要 要 奮緊一點 理解自己的身體 好嗎 我想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 我聽人說 如果吃燕窩 如果身體裏面有瘤 那個瘤就會越來越大 養大些瘤 那如果是這樣 是不是變了 要去檢查身體有沒有瘤之後 才決定要不要吃燕窩呢 煙窩是否能夠養大的瘤 我們傳說是這樣 是不是呢 既是 又不是 視乎你的體質 如果你的體質 是 譚濕 即是你生瘤 同時間又是譚濕底 那你吃煙窩 是會養大你的瘤 是對的 問題是 如果你生瘤 因為生瘤很多種 很多階段 如果你到一個體質的時候 是 陰虛火黃 這個體質 陰虛火黃的時候 那吃煙窩 就未必不好 所以就 看情況 好 第二條問題就是 吃煙窩 要不要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 這樣就不用 看一條舌便可以 看一條舌便可以 看一條舌 如果你的舌舌很厚 你不適合吃 如果你的舌舌 沒有舌舌 或者舌舌 很少 不妨 但我覺得 因為 素術學會 是很強調慈悲的 大家聽過 周遭長說 去採燕窩 是很不慈悲的行為 但是不是很矛盾 我又想我漂亮 但我又慈悲 那怎麼辦呢 漂亮還是慈悲呢 就很掙扎 不用掙扎 我教大家一個方法 又可以慈悲 又可以漂亮 好嗎 河手烏就行了 河手烏就行了 河手烏 河手烏 相差很遠 相差很遠 是 多數是這種體質 是熱帶來的 陰虛火旺 陰虛火旺 陰虛火旺體質 那它的症狀呢 很常見 就是 人很暴躁 眼凸 很緊張 手很震 那這些一律 那這些一律呢 都是陰虛火旺的症狀來的 那當然你吃西藥就是 甲礦就是 你吃一些 其實是一些 內分泌 那就是抗盡 那就是 硬硬地減低它 是吧 但是過了一籠就變成甲礦 而已 所以那些病人 他原本是甲礦的 不是甲礦的 那吃西藥過了一籠就變成甲礦 都是病來的 甲礦都是病 那 爲什麽那個 內分泌 會多了呢 多了呢 那 其實原因 是因為陰虛火旺的 那 所以中醫呢 就不是說 加一些內分泌 或者減一些內分泌在這裏 沒用的 那是治標的 不如 你將你的體質 搞定它 由陰虛火旺呢 陰虛 填回陰虛 譬如吃一些 陰虛的 吃一些滋陰的東西 一些滋陰的藥 或者食物 還有 將這個熱 將胎出來的熱 清掉 平衡的時候 只要陰虛不平衡 很有趣 它的內分泌 減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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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會抗盡了 行不行 是 今天呢 我們好像 和你考牌 那樣 我想起我們大學的 畢虛 過得這麼多晚 恭喜你 好厲害 謝謝 劉耳仙這個問題很簡單 不用傷腦筋的 有時候 我很奇怪 想檢查一下自己的身體 去中醫那裡 檢查一下 一定是讓你喝苦茶 我很快喝苦茶 我經常問他 有沒有食療 所有人都 沒有給我食療的藥方 只是讓苦茶 喝了苦 你說苦 入心 真是入心 每次都這樣 喝到 閉眼都喝不完 怎麼樣呢 是不是真的要去看親 就要吃苦茶 好 因為 我很多病人 想 有什麼湯水 可以自己熬 都會告訴大家 會的 還有一件事 就是 每一個人的顏色 都不同 舌色不同 面顏色不同 膚色不同 他看你 那時候 新的舌色 你怎麼看到舌色透明 除非 他很厚 你才看到他很厚 很黃 他知道 很黃 你怎麼 拜經驗來說 我想也會有些難度 因為你還沒見過那些病人 所以終於很難做 難的 所以終於很難做 所以就要學 學很多 學很久 還有我們學無止境 因為這個現象是從前的社會制度造成的 因為 以前 你都可以做中醫的 以前 任何人都可以做中醫的 但是這種 現在不可以了 因為制度已經改了 所以 良有不齊這個現象 慢慢會超除的 學生 學生 還有一些時間 有沒有想起 有什麼想和我們分享 醫師 一個問題 要講詳盡一點 因為 已經做了一個 胃部撤除手術 人的飲食 是要靠它去消化的 現在這個人 其實 食肉是很強 但是 消化機能 跟以前很大的分別 很肯定 他真的吃米飯 會好很多 但是 他內何又很愛好吃麵 那些 其他副食品 也是很不妥的 如果他吃瓜菜 多了 又是 大麵都會爽 他是一個素食者 那就是他怎樣去調節他的飲食 去改善他身體的體質 他為什麼要割呢 因為是有癌 有癌 割了一個 很期待 內何的手術錯誤了 才要整個切除了 嗯嗯嗯嗯嗯 OK OK 嗯 那有兩個問題 那 譬如說 不過這個是第二個話題 就是說 就是 什麼時候應該接受手術 什麼時候應該拒絕手術 那今天不說 因為是第二個話題 那先講一下 你現在的問題 就是這位朋友 他割了個胃 那某些東西吃不到 是吧 吃了會餓 是吧 吃了會餓 那單是這個問題 你可以 你可以 一定差 一定差 那我可以先給他吃一些炒扁豆先 炒扁豆先 炒扁豆 炒扁豆 不是 藥材堡可以賣的 你說 叫他 炒扁豆 炒扁豆 每次一兩 一兩 我們最好就煮爛飯給他吃 是啦 年豆吃完 年豆吃完 煮爛它 煮爛它 那對這位朋友的 體質 和對他肚子的症狀 都會很好的 但是如果 他也是做成 他又是很喜歡吃豆的製品 你豆的製品 他又會 氣漲得很快 炒這個片 又會不會有這個幣端呢 可能的 那因為 因為他可能 又製了 那你嘗試加藤皮 嘗試加藤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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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試行不行 就是頸背 還有 Hip 就是近腰以下的地方 經常覺得 陰陰涼 好像有些風吹過來 其實它屬於什麼 體質來的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 方法可以幫他 改善情況 沒有那麼嚴重 你說清楚些 頸後面的地方 就是好像 那些 背部的地方 就是頸後面的地方 還有 腰以下 就是近Hip位 就是那個 臀部位那裏 就經常覺得好像 陰陰涼的 好像有一陣寒風吹過來 那你猜它是哪種體質 我猜它是寒 但是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 多 它長期都是這樣 冬天它會特別覺得厲害 它呢 多數會是 這種體質 這種 這種 這種或者這種 陽少了 身體的陽氣少了 陽氣少了 陽氣少了 那或者有什麼方法可以改善一下 或者沒有那麼厲害 即是它舒服一點 可能是龍眼荔枝 龍眼荔枝 龍眼荔枝 喝些薑水 但荔枝是 人家說 三把火的 不對 它就沒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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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就是火 但它很燥 它經常容易生飛枝 那就是有寒就熱 這樣就要 這樣就要 把脈 中醫就這樣問 就是當它西醫這樣問 你經常問這些問題 就當個中醫 是西醫這樣問 剛剛聽完 就說中醫不同西醫 你就跟著用西醫的問題 去問個中醫 就是叫他不要 倒閉吧 是不是真的 阿醫師我想問 有個問題 我拖著我兒子的時候 開始吃素 我兒子七個月大 兩個月間一人 他第一個月 已經自己要站起來 很硬 很硬 現在開始 好像下身較為軟 我媽媽就跟她說 會不會吃素影響 其實嬰兒初出生都是吃素 那些人說 會不會是奶粉醋 就教她用米 煲米水 剩下米 大人吃 不要浪費 那些水 用來沖奶粉 其實會不會 對嬰兒有沒有影響 還有她現在有利仔 中間有一條痕 會不會是皮胃出了問題 還有她現在在咬牙仔 那些皮膚很容易出一點點 那我兒子是寒還是虛呢 那你是堅持要吃素還是怎樣呢 因為我自己有中鑑順養 好 素食的小朋友很健康很多 是不是 不是說一定吃素一定差 至於你的朋友為何會這樣 我兒子的腳比較軟一點點 很多因素 當然不排除是吃素 遺傳的因素 你吃什麼奶粉的因素 我已經又轉了 太複雜了 一定要檢查過才知道 不過照你這樣看 一定是虛的 虛的 其實她七個月大 適不適合看中醫 適合 這裏有個笑話 那次有記者來訪問我 她問我一個問題 她問我BB仔 你或者小朋友 看不看中醫 那我就問一下問題 五百年前 那些小朋友看什麼醫 請來 我們幾千年 寶寶仔都是看中醫 她吃不吃中藥呢 有些朋友跟我說 她五族老虎都未發育健全 不好 那五百年前 那些小朋友吃什麼 吃什麼東西 如果這條問題成立 如果這條問題成立 就應該沒有中國人 中國人一病就死了 沒有藥吃 還有我收到電話問 這個醫師 是不是苦科的 我問中醫是苦科的嗎 中醫沒有分 還有都市 現在香港都市有很多的慢性病 如果需要長期性吃藥的話 都幾傷五臟六腑 如果不想長期吃病 劉以西有沒有一些食療班 可以度身訂造 貼身跟蹤 好嗎 好嗎 好 設計一下 嘗試一下 劉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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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奇怪 很多人很好奇 有很多人很信心 但又懷疑喜歡 很簡單 例如有些小朋友 我們可能見到很多人 都會給他吃很多很多東西 但他又想小朋友健康 是不是很矛盾 在量來講 在量來講 就是喜歡肥仔麥 很多父母 好 先有兩個問題 有些人很信中醫 有些人不信 實際上是不關大家的 你想想 如果我們一出生 譬如我們在香港出生 周圍的人都告訴你 政府也告訴你 電視也告訴你 中醫是好的 有病人看中醫 那大家會怎樣 是吧 但是現在我們的現實是怎樣 當你出生的時候 周圍的人告訴你 這是一個社會的制度問題 和教育問題 好 第二樣是什麼 肥仔麥 肥仔麥 好 有些朋友 有些家長 譬如小朋友 不吃了 就不斷追他 打他 要他吃 希望吃得是好的 其實不是的 小朋友是最真的 他不想吃 就真的不想吃 就不像大人那樣 其實我不想吃 不過反正造成這項生意 就勉為其難吃 小朋友最真 最真 他說 我不吃了 媽媽 或者他沒有胃口吃 要他吃 他就走一下 跑 其實有個訊號告訴你 他的脾氣有些問題 要考教他 為何不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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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要強迫他吃不好 一個小朋友不想吃 你強迫他吃 很傷的 他不想吃 你要了解他 為何不想吃 OK 我發覺 我們中間有很多人 大人 普通常識 真是 連幼稚園小朋友都不育 他們不記得了 世界上 原來牛是很硬正的 原來大部分醬很硬正的 最硬正的動物是吃素的 最大力的動物是吃素的 最跑得快的動物都是吃素的 好了 我們臨走之前 在這裡靜一靜 我們很感恩 今天有這樣 現在我們一起放下所有東西 我們很舒服地享受一下 這裡 我們中間有很多的平安 一樣東西都很好 今天我們很感恩 將我們 將我們 得到這麼多的智慧 捉起它 我們在這裡 每一天都可以 我會保重 去幾乎 來 坐一櫻子 這裡 平安